大家好,我是更新就涨粉的考古 上回书说到 三仙的黄河镇几乎全灭蝉教天团 原始天尊亲自去救徒弟 正在原始天尊和三仙盘道的时候 采云仙子偷袭 拿鹿木珠打向原始 说接上回 那柱未到天尊跟前就已化作灰神飞去 元宵见而失色 元二天尊没有发作 扭头出了黄河镇 来到西齐这边 然等跑来问师兄弟的情况 原始约三花消去 避了天门 以成俗体 即是凡夫 上一节我们书里说了风神榜 禅教金仙为避开风神榜的办法是 经历劫难变成凡夫俗子 和自降等级躲过搜索器一样 这样就能躲过风神榜了 马锦涛这版编剧对原众吃的还是比较透的 黄河镇镇前原创了句台词 金仙劝云霄 你可想清楚 当散仙逍遥自在 上风神榜受天庭劫持 说明了风神对神仙不是什么好事 但是自毁修行躲避风神 这个好像金仙们也是不知情的 不然然灯也不会那么乐观的带人去破黄河镇 言归正传 然灯问原始天尊 你都进阵了 为啥不顺手把师兄弟们救出来呢 原始天尊回答的大意是 我进去把他们解仨灭了 这不就成土地打过土地 当师父的过去打小孩 咱等你老子师伯来了 以大义的名义去收拾他们 原始孝曰 此教虽是贫道长 尚有师长 必当请问过道兄 方才可行 言未必听空中露鸣之声 英英 原始曰 八锦工道兄来矣 盲下棚营牙 怎见得有师未正 事曰 鸿蒙 抛破 玄黄锦 又在人间至五行 渡得轩辕生百咒 寒冠师法 道长明 老子乘着青牛就下来了 和原始天尊问明的情况 两个人还客气 老子说 你整这些个虚的干嘛 你徒弟不都在镇里面呢 你就破了呗 然后说是我破的不就行了 三肖这边看见 西齐军营上空 凭空出现一座玲珑塔 豪广武色 引现于上 三姐妹知道老子来了 但这个时候已经起虎了 只能硬着头皮上 老子到了镇前 没聊两句就动手了 原因是三先没礼貌 没鞠躬 老子问 你等不守轻规 敢行武慢 耳师见无切 居身击手 你焉敢无壮 毕肖曰 乌拜结教主 不只有玄都 上不尊 下不尽 离之长二 玄都大法师大贺曰 这畜生好胆大 出言触犯天言 老子脾气就这么暴躁的 且说 穷肖见老子进阵来观望 便放起金交俭去 那俭在空中挺折如俭 头交头尾交尾 落江下来 老子在牛背上看见金交俭 落下来 把袖口往上一迎 那俭子如戒子落于大海之中 毫无动静 毕肖又把回原金斗记起 老子把风火不断往空中一丢 就把回原金斗包住 接着老子换黄金利氏 将此斗带上玉须宫去 三位娘娘大呼援 罢了 收武之宝 齐肯甘休 三位旗下抬来 杖剑飞来直取 老子将乾坤图抖开 命黄金利氏将云霄裹去了 压在麒麟崖下 利氏得止 将图裹去不提 且言穷肖杖剑而来 原始命白鹤童子 把三宝玉如意记在空中 一道灵魂往风神台去了 毕肖大呼约 一旦被尼等所上 成为往修宫行 用一口飞剑来许原始天尊 被白鹤童子亦如意 把飞剑打落尘埃 原始袖中取一盒 揭开盖 丢起空中 把毕肖连人弹鸟装在河里 不一会儿化为血水 一道灵魂也往风神台去了 有失未证 修到千年岛内城 殷勤日夜练无名 无端排下黄河镇 气化清风损七情 说三位娘娘已决 寒之仙童采云仙子 还在八卦台上 看二位天尊 原始即破黄河镇 众弟子都睡在地上 老子用忠指一指 立下雷鸣一声 众弟子猛然惊醒 连杨剑金木二扎 齐齐月起 拜扶在地 老子成牛转出 回至旁上 众门人拜毕 原始天尊曰 今日诸弟子削了顶上三花 削了胸中武器 逢遭结束 自始难逃 况今江上有四九之经 而等要往来相左 再次而等纵地金光法 可日行数千里 又问而等震动之宝 聚装在红圆金斗内 命取来还你等 如今流南极先锋破红沙镇 我同道兄暂回玉须公 白鹤童子 陪你师父同回 随命返嫁 众门人排班 送二位天尊回嫁 原来天尊给这帮废号 送技能还装备 还担心路上安全问题 可算是操碎了心 接着就是红沙镇了 九十九日过后 子牙来见燃灯 明天是救我老板的日子 然能说放心 我让南极先锋去 南极先锋直接拿着 五火七秦扇 带着白鹤童子 白鹤童子拿着玉须法器 玉如意 这就是碾压去了 毫无含糊 速战速决 张天君扔红沙 南极先锋把扇子一挥 就破防了 南极先锋和白鹤童子 还打配合 张天君一看打不过 正准备跑 张绍玉带讨顿 早被白鹤童子 记起玉如意 郑重张绍后心 打翻跌下台来 白鹤童子手起一剑 及时血染一进 众人去救五王 这个时候五王已经死透了 子牙看着就哭了 咱还是奇异吧 然能说没事 我挖的坑 我肯定能甜 当日在五王身上 画了那么多符 就是护虑他身体的 命雷阵子 背负五王尸骸 放在棚下 用水沐浴 然灯将一粒丹药 用水盐化 灌入五王口内 有两个时辰 五王睁眼观看 帮之回声 见子牙中门人 立于左右 王曰 故近日又见相夫也 子牙拆左右 听用官 送五王回宫 接着燃灯命广成子 去桃花岭 赌文种 派吃精子 去燕山赌文种 这个时候雷阵子的师父 云忠子来了 几个金仙 咬牙切齿的夸 云忠子 没赶上黄河镇 实在是运气好 有父之人 然能派云忠子 去绝龙岭赌文种 观音留下应对 突发状况 其他人回府 用师父点的新技能 文种这边 实觉真被迫 赶紧发信调救兵 次日 子牙率众和文种决战 子牙首先 当着文种的面 把吊着的赵天君斩了 都吊着小半年了 文种提鞭冲杀过来 黄电话催开雨淇淋 用两笔银锤挡住文太师 韩志仙在原门 怒从心上起 恶向胆边生 纵步举宝剑 来助文太师 这笔向杨俭 纵马摇枪 前来敌注了韩志仙 采云仙子 见杨俭 敌注了韩志仙 仗剑冲杀过来 额额大喝一声 修冲物阵 脚灯风火轮 站住了采云仙子 邓心张陶 四将其出 这笔乡 五城王黄飞虎 南宫阔五级 新驾四将来迎 两家这场大战 两阵东东雷战鼓 五色翻摇飞侠武 长弓应努护员门 铁壁铜墙 骑队武 太师九云 冠上火焰声 黄电话金锁甲上霞光土 女仙是大海波中 细水龙 杨剑四万刃山前 争石虎 搜搜刀举 好似金金怪兽 土争云 黄黄长江 疑似巨角 蛟龙争气水 边来垂架 银花响亮 并寒光 枪去剑影 玉焰生风飘锐雪 刀劈甲甲中刀 如同山前猛虎 豆酸泥 枪刺盔 盔中枪 一个深潭玉龙 降水兽 石斧的天边昊月 角光辉 石简的万道长虹 飞子殿 石枪的紫气 赵长公使刀的 青云里顶上 大战一场力不佳 亡人死者乱入马 只为君王安设计 不便 咸鱼 血染沙 说紫牙大战文太时 韩之仙把风带抖开 一阵黑风卷起 不知此行道人 有定风珠 随取珠将风定 紫牙盲记起大神边 正中韩之仙顶户 打得脑枪蹦出 死于非命 一道灵魂往风声台去了 财云仙子听的 震后有响声 回头看时 也往风声台去了 武城王大战张杰 黄飞虎枪法如神 大吼一声 把张杰一枪赐于马下 一灵也往风声台去了 文太时栗战黄天化 又见哲了三人 无心恋战 紫牙全身回音 慈航道人 结果的韩之仙 功德圆满也回府了 下回就要 文太时命丧绝龙岭 本期结束 黄河镇被更bug的人破了 也算是不错的处理 因为之前太极图什么的 也铺垫了老子 是很强的存在 而且脾气那么暴 也就不难理解 禅教的人 把太极图弄丢 那么害怕了 马锦涛版 对三七老命运 做了还不错的修改 云霄求原始天尊放人 损耗了500年功力 把妹妹救活 另外为什么 这两天 跟风声榜有点慢呢 再看一些资料 青车王府取本的风声榜 这个比明版的风声榜 多三倍的量 而且里边 情色暴力程度 比这个要多很多 明朝是写出金品美的呀 不难理解 这些就是说书人 不断的优化 有小孩的场所 讲讲删减版的 深夜版 讲深夜版的 为了吸引观众嘛 比如黄河镇 是用弄死的孕妇 死的孩子 这些不节之物摆成的 咒王没事开 多人运动哄啪 不答应的 全给推柴本里的 风声榜这个书 成书 他就是为说书准备的 每一张都给了框架 再加点自己的演绎进去 时长足够一上午了 摆回三个月 说书先生就换地方了 而简单区别善恶 就把节教往坏的方面演绎 节教的法术就趋于 巫术邪教化了 当时的社会环境 对邪教也是很注意的 苍天已死 皇天当地 这是历朝历代的 头等大事 算是义务宣传 邪教嘛 搞那么多 吓人的东西 就是让你敬畏 你畏惧的 你才能信他 畏惧的害怕了 你才能迷信嘛 杀婴儿啊 投毒 世界末日什么的 古代邪教犯的暗和 把戏和现在没啥区别 其实我们风神榜 一路走来风水什么的 它都是有一定科学 做支撑的 但你要是能信能成仙 那咱还是 尽信术不如无数 神仙妖怪 是我们服务的 享受生活 那么文太史解决的如何呢 之后的招歌 又会怎么应对呢 写定我下回分解 喜欢本视频 请三连点个赞吧 关注我 其实看更新 我是考古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见